雖然澳門已經連續三百多天沒有出現新的本地確診個案 但受全球疫情持續影響 澳門經濟未見明顯好轉 本地居民失業情況也未有改善 早前就有幾百名本地建築業界工人 因為長時間沒有公開 而到勞工局外面聚集反映失業情況 場面一度混亂 有澳門立法會議員梁孫玉說 失業和無薪假延長等問題 在博彩業內亦較為明顯 尤其是在貴賓廳 他指出近期收到不少賭廳員工 向他們反映 有賭廳刻意無理解僱本地員工的情況發生 無薪假是要僱主僱員大家協商 但目前出現了一些公司要求員工必須去放 而且要求他強行簽名同意 而後來因為經過一段時間 員工確實來說 因為守庭口庭忍不住 而且公司也直接無理解僱他 向我們求助才揭發這個情況 接下來我們都會帶這些員工去勞工局求助 至於澳門政府在日前宣布 將會推出第三輪經濟援助措施 當中包括將會在4月份提前向澳門永久居民發放1萬 非永久居民發放6,000元的現金分享 並且推出一系列針對性的消費優惠 而大樽培訓計劃將會在5月開始 對象擴置博彩從業員並取消名額限制 處於無薪假的僱員也可以自己到勞工局報名 梁宣玉指出 政府今次將大樽培訓計劃擴置博彩從業員 雖然可以說是有聽到民意調整計劃 不過仍然是治標不治本 澳門博彩業的就業人口都會比較龐大 即使持牌的中介人的廳都不少的 都過百 所以假如整體經濟環境 或者賭業的環境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其實博彩業延時的就業環境 相信仍然會持續收押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 第一個來講 現在因為政府都力速 譬如我們能夠建立了這個免疫的屏障 能不能夠透過可以進一步 放寬內地的一些遊客的政策等等 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政策 盡快令到我們經濟復甦 相信這個才是唯一的出路 現時所有的譬如我們的 無論是經援措施或者援助措施 都是一些應付短期的 另外今次政府推出的電子消費優惠計劃 以3倍核銷向市民提供優惠 梁宣玉指出 有關消費模式不排除會令部分商家提高商品服務價格 當中優惠計算的方式也較為複雜 希望政府能完善相關計劃 以發放消費卡代替電子優惠計劃